同志们 继续给《耳朵财经》录制这个视频 《耳朵财经》呢 要让我讲一些 这个在美国的感受 我给大家聊一聊 这换了个眼镜了 那个在 在这个这个这个 原来的眼镜摔了 这换了新的 美国的感受 就跟买这个眼镜感觉差不多 我买这个眼镜 前前后后花了我十天的时间 去了第一天 说是这个 不好意思 你得先验光 我得有你的验光数据 我才能给你配眼镜 说在哪儿验光呢 就在隔壁验光 结果去了隔壁以后 隔壁验光的说 我给你预约吧 今天医生没空 预约了第二天去验光 第二天验光排队 弄半天 也不贵 花了几十美金 把验光验完了 倒是挺专业的 反正验光 验光光以后 把我度数 给了我出了个诊断书 说我应该配这样的眼镜 好拿着这个 去选眼镜 选完眼镜说 对不起 现在拿不走 你这个得在 一个星期以后再来拿 结果我是在第八天 收到第九天去拿的 才拿到了我的眼镜 这就是美国 做事情呢 你们想想在咱们中国 配个眼镜 多简单 去了以后 往那一坐 马上那个验光 验光光以后 马上出眼镜 隔壁就坐 立等可取 最快的三十分钟 慢的一个小时 我就拿到眼镜了 再说说这个价格 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 我原来戴那个眼镜呢 是150块钱 我因为一下子买了三个 所以呢 那个当时我买了便宜 它要价是要250块钱 我说250不好听 就150吧 我买你三个450块钱 合着美金多少钱呢 你算啥 450 不到不到100美金吧 因为100美金等于是600多人民币 630人民币 450就是几十美金吧 结果在美国呢 是什么价呢 美国一个眼镜 是140多美金 这是买了便宜的 有贵的 我都没买 买了一个镜片 俩镜片 还有燕光 加在一起 反正刷卡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是400 美金 乱七八糟 花了我400美金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美国 我要想说的是什么呢 区块链绝对是中国的天下 中国的这个 中国多快呀 你想想 美国效率多慢呀 美国的这个竞争太小了 不像中国这么竞争激烈 所以最终你们会看到 世界上排名 前100的币里面 一半以上 甚至是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中国的币 你们看着吧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相信大家也能看到 就跟在美国 满大街上 都是made in China一样的 这种东西 现在是中国制造 未来就是中国创造 也就是说这个未来 全他们是中国的 中国人统治这个 全是币权 币圈没有比中国人 更有逼的团队 这么大的执行力 也就是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币 是不可能涨上来的 没希望的 好吧 这点大家认清楚了 好吧 就录到这 接着聊耳朵财经的下一问